大家好 刚才呢已经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看舌头的意义和目的 而且呢在某一个部位 比如说我只讲了红啊 出现了红的情况下只讲了火 那么我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寒 这个寒呢也就是我们的舌色 它不像我们所说的淡红舌 它是淡白色了 而舌胎呢可能就是白色的 这种情况下就可能是寒症 如果说又是淡白色的舌 而且舌胎呢它又是白厚的 可能就是虚寒症 那么还有一些人呢 而且舌胎特别的厚腻 水滑水滑的 有可能就是寒痴症 那么对于一个舌头呢 它是淡白色的 这是舌质 同时呢舌胎也是特别白厚腻的 而且舌的旁边呢 还有牙齿压的痕迹 这是什么呀 这就是阳虚症 所以别看一个小小的舌头 我们要认真的去辨别它 才能够准确的来辨别一个人的体质 根据人的体质 我们去在生活当中 注意去补充一定的营养 还有呢 把我们体内所具有的一些寒湿呢 排除掉 以前给大家讲过我们育补先轻 因为我们很多朋友都注重养生 但是你养生如果不把体内的湿气火气 寒气排除掉 是徒劳无功的 而且有可能呢 不来的都是邪气 所以我们在观舌的时候一定要看 你是白胎呢 还是黄胎呢 而且这个舌头呢 我们还有很多的辨别 比如说我们有红色 特别红了 我们可能就是阴虚了 还有呢 降红色了 那就是内热的很厉害了 那么还有一些人出现紫舌了 轻舌了 怎么办 有可能是过热了 有可能是过寒了 所以我们要根据这个人的体质 还有呢 我们要四诊合餐 还要去把脉 综合的来分析 才能够正确的来开放 正确的来对待每一位患者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